懒人业余餐厅这个来历呢 其实是很简单 主要一点呢 我是想传递的是我的一种 懒散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那个说远呢 就是跟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啊 这些都有关系 大家都很累 其实呢 我就想让大家慢一点 慢一点呢 它有一个屌丝的说法 就叫懒一点 所以大家懒一点 这是想我传递的一种生活的一种 理念 同时它具体到做菜来的想呢 做菜是一个慢的活 它不能着急 一着急肯定要出问题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一说这是懒人做的菜 所以现在有大量的什么懒人菜单 懒人菜单 这些看得够契合大家的这种 就是心理的需求吧 事实上我本人也特别懒 做事也确实比较拖拉 所以说那我说懒人是名副其实的 至于业余呢 因为我的主意 我做餐厅不是科班出身 我本身是学法力出身的 所以我做木匠其实也是业余 那做餐厅呢 那更是业余 然后在那个同期呢 我们有一个关联的 有一个书店 然后呢 当时把几年的那个博客的资料 整理出来 出了一本书 叫做业余书店 然后呢 我就是为了大家有点关联 这个名字也挺好 业余跟懒人 它是很有很强的关联性的 然后本身我也是 不是专业出身的 那就名副其实的业余 这是它字面上的来历 至于说那个懒人业余 这几个字呢 它也有为了吸引眼球 因为我既然在商业了嘛 我一定要让一个朗朗上口 容易引起大家注意 容易跟大家就是产生 共鸣店这样的一个名字 而且懒人业余 这个东西 它会有点很厉害的 这种自嘲的倾向 你说跟大家取一个那种 特别正儿八经名字 叫什么什么大酒店 什么什么酒楼 那我就觉得特别装 因为现在这年头 大家特别痛恨装 装的行为很讨厌 所以说懒人业余呢 这种自嘲的这种幽默方式 其实是很容易拉近 跟我们希望去互动的 客户的粉丝的这样的关系 我们不是做这个平面设计 或者是广告策划 但是呢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 还是属于比较敏感的 要取名字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是logo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logo是特别的 直截了当的带给人 一个综合的视觉通缉 而且取懒人的懒字 也是有特别头巧的一个小小的狡猾 懒字里头本身含了一个人 而我在做我的那个logo商标设计的时候呢 确实就是我在打招牌的时候 把懒人业余餐厅那个人 直接就拿掉了 把懒字里头那个人 把它颜色刷红 然后呢 直接就我省了一个字 而且从这个字面的 这个字形 字意来讲 确实这个懒人是够懒 就懒到了连多写一个人字 都不愿意写的地步 这个带来的效果 其实是远远超出我当初的预计 所以经常大家 我们的字是一个大的黑体的懒字 把人刷红 懒 然后字上看见是业余餐厅 好多人就在站那儿看 这个餐厅叫懒业余餐厅 有人很顺的就直接念出懒人业余餐厅了 因为那个人是红色 最口令的还要念出那个懒字 这边有个富人 富行喊餐厅 但是我这个是超出我的想象 就因为这个懒字 懒人业余餐厅 反正带来了很多那种在名字上的欢乐 然后也增加了很多话题 可能我的统计不是特别准 可能有30%的客人 是因为受到懒人业余餐厅这个名字 好奇 你要懒 我就看看你有多懒 你业余我就试试你有多业余 就因为这种意反的心理 他非要来试一试 而且我经常在微博上 我也经常会说 你要试就是 反正小心上当 不过上当就一次 无所谓 所以说这个名字 也有他 就是为了商业的这种应允 然后提前做的一种铺垫的 一定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这就是我们懒业余 这个名字的来历 我只用微博来运营这个餐厅 其实时间很短 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一年零二百多天 其实我是很早的是 新浪博客的用户 当时我也想 最早是用博客来记录自己的日志 记录自己心情 也试图用博客来做一下营销 但是几年下来 我总共在博客上 还是得到了几单 大概两三单 装修的业务 当时在做装修 所以说最后 在开这个懒业余餐厅的时候 我以为微博 就是跟博客大同小异 因为当时还有个亲博客 我没有把它的含义 完全弄清楚 完全忽略了这个微博的 它的移动的概念 当我开始用的 发了第一条微博 然后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个微博肯定就是 以后营销的特别好的利器 后来我就开始做微博 你微博是一个 餐厅特别好的营销工具 但是你微博你发什么呢 你如果一个餐厅的菜品再丰富 你上线的菜品 在菜单上的菜品 大不了就是几十道 上百道菜的 那已经就是顶破天了 你就算这样 每天发客人吃的那些菜 发来发去 它是要厌烦的 所以这个微博使用呢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 它比较特殊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在里头 还是回头说那个微博的内容的问题 一般就是像一道菜的做法 它会很啰嗦 微博一百四十个字 你是完不成的 所以你不能平铺直续的 把你所有的知识 都通过微博塞给你的网友 这是大家 大家也是 一个是会降低你的微博的说服力 而且也占用那种 所谓的那个微博的资源 对吧 就是我们的每个人的时间资源都有限的 像做粮半机 一般的做法 到百度找度量 它都能回答你 你都能找到粮半机的大概的程序 但是我就会把那个要点 告诉我的微博的这样的朋友 这个有点就是会对微博管理员 会有一些小要求 比如说先说图片 图片呢 我觉得这个入门呢 应该不复杂 不要去想我要多好的设备 然后呢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这个微博上所有使用的图片 只用了两种工具 一个呢 主要就用了一个小的傻瓜卡片机 一个广角的 大概价钱就是两千块钱 另外呢 就是用的那个手机 用的那个苹果手机拍的照片 拍照片的时候 设备不是主要的 关键还是拍这个人 所以你不能说是太偷懒 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 我是在室内 我为了照片 因为手机啊 这些拍 它毕竟是对光线不足的时候有影响 你还是得辛苦的 哪怕把它搬到窗台那去 光线好短 然后你别逆光去拍 顺着光拍 就这种小细节是属于工具的使用 就是注意一下这个照片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你就稍微找一个上线的所有的网上都有教程 都不要从头学起来 就用自动挡功能 然后找一个光线好的地方 注意一下构图 注意一下色彩 卡卡卡就拍 就具体到我这边 因为我这边主要是作为餐厅的微博 应允对吧 我就想方式把菜品的食材本身的特点表现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加工工艺的这样的用心 把它表现出来 比如说到食材的本身 就是那食材的机理 对吧 然后呢 包括它就加工以后 它的特殊的一些质感 特殊的文体 能够体现出食材的那个特点的那种角度 所以我大部分拍的是一些食材的特写 不管是食材原材料 还是它的成品 还是它的佐料 我基本上就就餐厅来讲 建议大家用特写 就是特别近的那种拍 就是微距的方式 你比如我像曾经就是一块那个腊肉 半透明的腊肉 当时可能就预定了好几十桌 就是把那个腊肉在一光 对着灯光的时候 然后那个半透明的那种 就是腊肉那个油再往下滴 然后那个肉质呢 那种就像冰裂丸一样那种透明 把它那个特点表现出来了 然后呢 拍的特别有食欲 就是想方设法 其实从摄影的角度 那些美学都可以抛到一边 你就抓住把这个食材的那个特点 拍的诱人 好吃 就红烧肉 一定要把那种金银剔透 然后呢 那个皮是半透明的那种 就是像那种黄黄的 然后呢 油油的那种润润的那个感觉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的那种感觉 把它拍出来 甚至的 你比如说是土豆红烧肉 你要把那个土豆 那个就垮了的那种泥 就可以拌饭的那种感觉 要拍出来 就是现在有一期商业 美食图片吧 它也拍的很好看 但是它过于商业化 你会觉得它拍出来 它是贴到厨商里头的 这是不是跟人吃的 这个是跟要避免的一个特点 我们只去把食材拍出来 还原 让它就是它本来是什么样子 尽量还原 不用去过多考虑那些什么构图 色彩那些东西 当然你在表现呢 这个食材本身的特点的情况下 如果你能考虑到摄影本身那些那种东西 那这个图片就拍了那就就太油了 有时候我也会犯这个错误 总想把所有的东西就介绍成客人 这个方方面面每个角度的都把它表现出来 反而把那个图片 一个是它太大了以后 可能因为每个人对微博图片打开 那个时间是有一个忍耐限度的 图片稍微大一点 可能在信号好不好的情况下 它有时候打开时间长点 转转转 去算了退出去 我懒得看了 这无形中就少了一个关注 它就可能不再就这个话题跟你下去了 所以说图片的 比如用几张来连接 比如三四张是一个合理的 有时候包括这个动作也是会有延迟的 插插 这怎么还不到头了 像我点击图片查阅的习惯是 划三次划不完 我不会往下划了 然后我就退回去了 所以这种小的技术问题需要注意 至于文字呢 它也需要有些讲究 因为本身一共微博就140字 有局限的 然后你需要在140字里头 你要把你要想表达的东西表现出来 就一定要抓住重点 抓住重点 抓住要点 不要平铺直序 甚至你有时候实在迫不得已 你就是关键词的组合都可以 不用过度的去考虑那个编排文字的 它怎么把话我一定要说的那么就是多顺利啊 那话多好看呢 突出重点 140个字 短小精干 要颜值有物 不要说空话 不要说大话 然后直接了当的 你不能翻来说 我今天菜特别好吃 我跟你说吧 特别好吃 就好吃 那到底好吃在哪 你说它 比如说香 是什么样的香 你们说 这个菜真香 香 它是什么香 是肉香呢 是那种 叫做是那种汤的香呢 还是那种蔬菜的香呢 那种香是那种甜腻的香呢 是那种像油炸过后那种焦香呢 还是说那种蔬菜淡淡的那种像菜香呢 清香呢 这种东西要有准确的描述 这个呢 还是对菜系本身的特点 要花精力去做一些功课 因为你不可能说抓来就用 还是需要付出一点努力的 有时候你连一点 一个意思都表达不完 它可能就使完了 所以就是 就是以那种跳跃式的方式 想得一点 把那个重点放在那 不用去考虑前后关联 因为你微博 它只是一个 一个小广告牌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说明书 你微博只需要 它能够注意到瞬间 注意到它 这儿我有真有兴趣 我可以再跟你深度沟通 所以微博 它是一个 还是一个像通知一样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消费指南 不是一个产品介绍 不是一个那种很复杂的 你不要让它背负太重的东西 让客人注意到你的微博 关注到 有这么一个微博型了 哪天他突然想起来 需要吃什么东西 他自然不管是在通过线上 还是线下的方式 他会进步跟你了解的 所以不要想试图一下 就是在微博里边 装进去太多东西 因为以前这种 所有开饭过的人都会记得 在没有这种自媒体 这种工具的时候 我们都受制于这种 传统媒体的约束 不管一个什么样的 那个传统媒体 反正动不动一期 上万的这样的广告费 那简直分分钟的 这样的费用 对于一些屌丝小贩口馆来说 确实是负担很重 而且它这样的效果 未必很理想 我曾经做过统计的 就是几年前 十来年前的统计 那个包括从电视 包括从那个纸媒 包括到路边发小广告 包括送直投的 大概它的最后的倒电率 也就是从3%到8%之间 到10%都够呛 而且它的投入的成本 人力物力的成本 都是很高的 而且效果都不明显 而我用微博以后的这种 倒电率能够达到多少呢 我们餐厅现在90% 应该说95%以上的客人 都是微博来的 都是通过微博营销宣传来的 所以基本上要说 满人业余的餐厅 那就是鸡身在那个微博上的一朵奇葩 那是一点不假 特别简单一个道理 说白了 那我开餐厅以后 别说我要把本钱收回来了 对吧 那我的加油的油钱 抽烟的烟钱 电话费 喝杯咖啡的钱 出去陪女朋友 消费一下的费用 对吧 送个花的费用 什么孩子的来份钱 哪个所有的钱 你要从餐厅出 餐厅这个钱从哪 全是客人给你 给你消费带来的 所以说 说客人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是一点不假 那对我们餐厅来说 给客人吃好了 服好了 让他们吃高兴了 吃舒服了 那也是我的本分 比如就像服务这件事情 我从来不去给我的服务员 去强调什么规范化呀 什么标准化呀 什么职业化呀 我说就像特别简单 你家里来了客人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你老子里边一转 你就知道 他们要吃什么菜 对吧 比如叔叔可能牙不好 我要给他软会点的 阿姨不吃辣的 或者妹妹也不吃麻的 然后他们还会 喜欢吃鱼 吃鸡 到底吃海鲜 吃什么螃蟹香 你老子一转 你就会知道了 然后餐前来了以后 喝什么茶 现在沙发上休息一下 泡什么茶 送什么水果 然后在什么时候 把台摆好了 再把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弄到桌上吃饭 谁坐哪儿 需要人交吗 不需要任何人交 为什么不交 你就会 因为你用心 我经常跟服务员讲说 服务员会问我 他说你怎么跟客人去沟通 去交流 我说你们谈过恋爱没 谈过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去沟通 我想说就说了 我说为什么你想说 我就想跟他说 为什么你想跟他说 因为我喜欢他 我说我不要求你们像喜欢 对象那样去喜欢客人 但是把这个的东西拿出十分之一 把自己的机性调动起来 我说我是老板 你们是服务员 大家的立场不一样 我可以豁出去去 就是所有的不顾去客人沟通 我说你们想好 你们在这不来也来了 来了 这部分是一年两年 一个月两个月 既来日子 按照我希望你们从这儿 学到一点东西走 然后呢 这个问题在扩展开了 比如说人的什么所谓的价值观 那就很远了 咱们不用说那么远 但是就在说到这个 具体的这个 跟客人这个服务和技巧上 不要去预设客人 跟客人分等级 这是首先的 说客人分高消费的 三六九等怎么怎么样 哪些客人是好客人 哪些客人是南城的客人 不要去分 所有的客人 一定在我们心里边 是一视同仁的 所有来的客人就是 不管他是一个人 消费多消费少 他是一样的 这个话特别的泛泛 我举个例子吧 我们那边到现在为止 不能刷卡 因为他远 装不了泛瓷机 接上客人就 一个是忘了带现金 二个他就只带着卡 或者现金不够 别说一百块钱 就是高达一两千块钱的那种单 我们的服务员就可以做主 下次再说吧 然后接上会出现 客人发现 哎呀 你刷不了卡 那不好意思 我没带钱 这旁边有泛瓷机吗 有没有那个 AT梦基我去取钱 说实话 很多餐厅就会 甚至老板开了车 我陪着你去拿 AT梦基把钱取了 把这个钱收了 然后再走 你说这种感觉 很闹心 那我就放全个服务员 出现这种情况 你不要让客人觉得 那个先生 你就走 下次你啥时候过来吃饭呢 再说 像这样的情况 二三十四 那如果说我只要 这样给客人一次这样的尊重 客人会回报我的 他就觉得这个餐厅 给了他的尊重 对吧 把他当个朋友 没有觉得他会逃单什么样的 他下次来 他怎么可能不跟你介绍 回头客呢 他会给你介绍新的客人 然后像我们那边 像那些小朋友 老人来了 然后服务员会很仔细的去 询问老人小孩的口感 口味 口感 都会专门给他们做 适合他们吃的菜 还有我们会 客人会喜欢吃我们的米 那好吧 我进米的时候 都给你进一袋 你都不用提前付钱 下次你来了以后 你把米拿走就完了 然后米多少钱 我进多少钱 就给你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跟客人买好的菜籽油 然后因为他们觉得 我那边食材 靠谱 帮客人买鸡蛋 买猪肉 买鱼 这种事就多了去了 上百次就记不清了 然后有的还帮客人去机场 只要我有空 微博我说 三哥我实在来不及了 其实我真的 我只是看见他的微博熟悉 然后因为他们就觉得 我来了很多次 然后跟你很熟 其实因为他们看我是一个人 当然觉得跟我熟 我看大家都是几千人 但是我从来不会说 你谁呀 我跟你不是熟 就像那个网上有一个说 找淘宝在说 我是你的客人 我妈今天大杭州 你帮我接一下 那个笑话 有吗 我从来不说 我行啊 我说你把那个航班号发给我 他说你三哥你给我安排到你们店里吃饭 因为我那里寄上进 吃完饭 然后跟我陪着他说会话 我一个半小时 我准时的 他说 然后你就说是那个事 就是我托你去接他的 我来不及了 赶不过来 那我就跑到三号 把客人借过来 陪着 然后来 然后把那个饭 这些菜给他点好 客人都不会说 你就看着我点什么菜 问问他爱吃什么 客人来的根本不分 多少钱 然后看 你直接让他走人 这种事情也揉甘起 然后家里边有什么 太太坐月子 喝不上汤的 保姆突然走了的 他说我怎么办 救救我 你给我弄了他 没问题 那把汤做好 像这种情况下 确实没有收购费 您说像这样的方式 你能交不到中程度高的客人吗 所以说就是那句话 你怎么去接客人 客人就怎么对你 特别简单